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月3号 中国那边就是1月4号了 为什么我来报这个事情呢 就是上级已经要求西安市在1月4号清零 那么现在清零没有呢 我也不知道 还没有看到那边的情况 但是有关西安这次的防控呀 我这琢磨了好几天啊 实际我还有点困惑 我说中国那么多官员嘛 也有那么多卫生系统的官员嘛 难道说就不能跟国际上面对标一下吗 看一下别的国家是怎么弄的吗 所以这个事还比较困惑我 然后在这个具体的防控工作中呢 西安这边又出现了很多魔幻的事情 所以我的大脑呀 突然开了个脑洞 我突然想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换一个角度去想吗 这个有可能是一道支离测验题啊 就是在检测这个全国人民的智商 我觉得这个事呢 还真有一点琢磨的 因为在西安的防控过程中呢 出现了很多反制的现象 而且这个现象啊 不光是现在在西安出现过 就是以前在别的地方呢 也都出现过 只不过西安是来了一个突然的封城 那么把这个事情呢 表现的比较集中 一个高校被封了以后呢 就有人问这个教务主任啊 说你这个封校 怎么不能提前通知一下 让大家做点准备吗 然后这个教务主任呢 讲了一番话呢 很有革命性 他说呀 这叫打病毒一个措手不及 以前呢 因为都有计划 所以呢 都让病毒跑了 我们要跟打仗一样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呢 我们突然把这个一封呢 就把这个病毒呢 就一下就打死 可是现代大学的一个教务主任长的话 这个出处我无从考证 但是这种思路在小学博士呢 可能会有 就是把病毒呀 当做一个阶级敌人 然后呢 我们给他搞一个突然袭击 然后我们再看西安这边出的一些举措啊 西安市经过了认真的排查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都打了两针疫苗 然后发现疫情以后呢 又突然把全西安市呢 百分之百封闭 那么这两个百分百 是不是也挺挑战我们的智商的 如果疫苗是有预防作用的 然后又是百分之百的人都打了 然后又说疫苗百分之百有效 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去百分之百封城嘛 因为你百分之百封城就意味着那个百分之百没有效果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道理就讲不通了 这成了一个治理题了 这不是一个医学问题了 这个也是百分之百 这个也是百分之百 那这两个百分之百放到一块的时候 哪一个是百分之百 就跟我们小时候学那个自相矛盾一样 算是一个最初级的这个思维辨识的一个课程吧 一个盾是什么都戳不透 我这个毛什么都能戳透 所以旁观点说你拿这两个东西来互相戳一下 然后卖矛盾的人呢不能回答 所以叫做自相矛盾 对不对 这是上小学的时候 给我们的启蒙教育就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呢 中国共产党给西安人民呀 出了一道这样的治理题 百分之百有效的疫苗 也给百分之百的人打了 然后呢又把百分之百打了疫苗的人呢 全都封在家里头 这个烧脑呀 可能只有达到小学博士水平的人呢 能想通这个道理 然后我们继续看中共出的这个治理测验题啊 就是要求居民百分之百出门做核酸的同时呢 又要求居民的百分之百待在家里 不能出门买菜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百分之百碰到一块的时候 是不是又很烧脑呀 那么你既然要求百分之百的人出来做核酸 证明你不害怕聚集嘛 对不对 因为做核酸都是大家排成队 那也是很多人在一起啊 证明你不害怕他聚集现在传播 但是呢 你又要求居民呢 百分之百待到家里头 不准居民出来买菜 那么这两个百分之百到哪去说理呢 这个脑袋里头的这个思想 你咋想也想不通呀 这两个百分之百又做何解释呢 这完全是个治理测验问题嘛 它就不是一个防控问题嘛 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治理测验题才多呢 不提前通知你储备物资 然后就把你封到家里头 然后呢又让超市 小卖部 快递呢 全部停摆 那么这两个不矛盾吗 你不让别人准备物资 你把别人封到家里头 又不能让这些零售商家 给这些人送东西 那么这些人吃啥喝啥呢 难道说真的和西北风吗 那么这个现实问题摆到这 这难道说不是一道烧脑的治理题吗 你把我封到家里 你还不让别人给我送 你这个小区服务又跟不上 难道说你就让我饿死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吧 然后我们再看 疯了这么多天了 我们就按西安市一千三百万人口啊 自然的死亡率要有多少 自然的出生率要有多少 难道政府官员不知道吗 难道说寄生系统的 民政系统的人们不知道这个数据吗 我这两天看到的是 上海市是一月一号呢 出生了一千多个儿童 这已经是创了多少年的新低了 那么以此类推呢 像先是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一天怎么不出生几百个婴儿 那么你把别人封到家里头 难道说你让别人自己去生产吗 另外这么多老人 这么多有急性病的人 你也把别人封到家里头 不让别人出小区 那么这些人需要抢救怎么办 对不对 这些问题呀都是一个支离测验期 他已经不是防控的问题了 他假如说把老百姓的生命摆到第一位 把人民的健康摆在第一位 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他一定会把这个渠道搞通胀的 那么现在呢 他把这些东西呢 全都搞成一个对立的政策 就是让老百姓没法活了 这不是把人往死里去逼吗 对不对 所以我考虑来考虑去啊 这个真是一个测验智商的题目 还有很考验智商呢 前两天我们说的那个 明明呢 用一个三轮车就能把那个菜拉走 他非要弄上几十个人呢 用人链传送 这就是在那摆拍嘛 这种摆拍的照片非常多呀 网上人们赛了很多 然后最搞笑的是啥呢 陕西的那个商洛地区啊 不让汽车运货 然后用马包运货 对不对 你说这个搞笑不搞笑 他觉得政府下命令了 一件机动车都不许一动 好 这个时候的运输怎么办呢 上马包呀 这又回到了那个远古时代 你看那个大街上啊 那个马队身上拖着货物 从那个街单上走过 这真是让人回到了原始社会 明明一辆汽车就能搞定的事情 然后换钱了十几匹马 同时又增加了十几个赶马的人 那么你想想 这是不是一个智力测验题呢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人类 就要上火星的时代了 竟然在中国呢 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况 他要是不是在测验之力 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政策呢 就是我昨天那期节目里头说的嘛 假如说你在公路上开车的时候 有一个人开着车向你迎面走来 你可以怀疑这个人是疯子 可能呢 他在逆行 但是整条马路上的车呢 都在向你迎面而来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看看 你是不是疯子 你是不是在逆行啊 所以现在中国就是这种情况下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 早都放弃了这种封城的办法 只有中共还沿着那个小学博士啊 指名的方向在前进 而且是规模越来越大 这次封了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城市 没准下一次呢 封个上海两千多万人口 这都成了一个宇宙之罪了 这两天你看看那些传出来的视频啊 简直是让正常的人没法去思考 把一个学校两千多人 直接拉到异地去隔离 这些人在转移的过程中 没有一点防护措施吗 几十个人凑一辆大坝 对不对 到了这个隔离点以后 大家也是在那混齐杂巴在一块吗 哪有一点隔离呢 所以这些事呀 我就想了好几天 这呢就是在搞一个智力测验 就是检测的全国人民的智商呢 现在到底有多高 然后面对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呢 到底有多少人反对 一旦检测完成以后 一看就是这样 底下的人还是山呼万岁 那么是不是该穿龙袍了 前两天已经坐了龙椅了嘛 然后一看呢 全国人民无非就是这样嘛 弄来弄去还是韭菜嘛 再多的韭菜混到一起 它还是韭菜嘛 所以穿上黄袍 是不是大家就接着喊万岁呢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所以我开了一个脑洞 也算是一个调侃 但是大家呢 也能去体会体会 这种愚昧的事情 为什么在中国那片土地上 能反复的上演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